2021年3月,著名狗仔称即将爆出一个3000万顶流的恋爱瓜,吃瓜群众拿着放大镜搜索一圈后,判断顶流是王一博,女方是李子玄,因为有博主总结了两人的动态,同款频率高得惊人。 打开超话榜,还可以发现,这类CP早在2018年的时候,就让粉丝客声客死,而王一博和李子玄的初次相遇,是在2018年的大型选秀,当时的李子玄是进圈多年,却一直没有大火的选手,而王一博是势头正猛的新人导师,两人的性格都不外向,所以天使并没有太多交集,直到他们上了一次舞蹈课,李子玄的动作全程干净又利落, 得到了王一博的高度评价,在测评中,王一博甚至说,我觉得他是所有人里跳得最好的,后来在一次公演中,艾伦问王一博的理想型,他脱口而出,现阶段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,而李子玄1995年出生,刚好比王一博大两岁,之后的节目中,王一博对舞蹈奇才李子玄关爱有加,李子玄也对王一博异常崇拜, 平心而论,王一博对李子玄的或许不是喜欢,而是欣赏,因为李子玄和王一博的成长是惊人的相似,但无论怎样,李子玄已经成了牺牲品,还有人拍到无人在意的角落,王一博不甘地踢着台上的花,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反常? 因为李子玄练舞吃的苦,他感同身受,李子玄从三岁开始学习民族舞,亲生妈妈就是舞蹈学校的老师,为了不给人留下画饼,妈妈对李子玄非常冷漠,命令他喊自己老师,不准喊妈妈,如果是普通人,已经开始自暴自弃了,但李子玄在短暂的失落过后,又开始重振旗鼓, 他一边承受公司的打压,一边努力拍戏,敢通告,练舞,但他永远是报喜不报忧,按时给粉丝发送笑咪咪的日常照,这样一个好女孩,希望上天别再辜负她了